60年一遇最凶鬼月 鬼门关乱说 二句话 惨了小心心号惹祸上身 今 2023 年刚好遇上60年一次的黑兔年 让不少宫庙提醒是 最凶鬼月 外出要多注意 本月14日即将鬼门关 民俗专家廖大已特别提醒 有两个人 这两句话千万别说 以免影响运势 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 民间上有不少传统禁忌 面对九天后 鬼门即将关闭 据自由时报报导 廖大已表示 今年农历七月不同于平常的29天 而是长达30天 若规划祭拜者 最佳的选择是鬼门关当日 这象征着一个完整 诚心的祭拜仪式 廖大已补充 在鬼门开当日应该祭拜我们的好兄弟和好姐妹 而在鬼门关当日也要进行祭拜 这样的仪式让祭拜完整 有头有尾 更显示礼貌和虔诚 因此 建议大家在农历七月三十日 国历九月十四日 之前 备投一些贵宫 以便在鬼门关 关闭前送他们回到民府 结束这段假期 此外 廖大已提醒 民众不要在口头上提及 再见 不要走 这两句话 因为可能导致好兄弟在阳间 与甲不归 反而可能招致祸端 潜在的影响自我运势 廖大已建议 民众可准备如罐头、泡面、和饼干祭拜 图斜线TVBS撕料画面 关于鬼门关祭品的选择 廖大已建议 民众最好备投一些干粮 如罐头、泡面、和饼干等 主因在于整个农历七月期间 好兄弟和好姐妹可能会享受丰盛的大鱼大肉 容易吃腻 所以准备这些让他们返回民府后 可以缓慢品味 不要选择不易攜带的一体食物 恐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连结问题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